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成是个种子 我用的圣经解释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一节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的第十一节 来我来读一下 我把前面也读一下 门徒问耶稣说 第九节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九节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 耶稣说 神国的奥秘只教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第十一节 这比喻乃是这样 总之就是上帝的道 我还会想一下 我只要再分享第十一节 那第九节 他就问说 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 那你要看到第八章的前面 然后耶稣说 神国的道的奥秘 只教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这不是代表上帝的偏心 好像对他的门徒 就讲清楚 对别人就讲得不清楚 用比喻 那我真的要讲 其实耶稣都讲这么白 证明他宁愿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真理 而不是只留在这个比喻的表面 OK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真理的教导上 用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非常棒 为什么 因为好学生就在往前去 那一般的不想新的话 你就只有在表面看一看就可以 然后那个比喻可以代表着很多的意思 一个比喻可以阐述很多美好的真理 OK 有新的人就会往前去 没有新的人就会留在这个外面 所以耶稣说 我让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我就用比喻 不是叫他们不知道 不是叫他们不看见 不是叫他们听不明白 就鼓励我们听要听明白 鼓励我们看要看得见 鼓励我们不懂就要问 OK 不懂就要问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自己说我喜欢用这个比喻 那这边就讲到一个比喻 就是种子就是上帝的道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 耶稣说这比喻乃是这样 这种子就是上帝的道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上帝怎么 主耶稣怎么把上帝的道比喻成为一个种子 我讲他有几个点 第一个种子是个固体 种子是个固体 这种子不是一体 常帝如果说上帝的道向议题 那就糟糕了 一个压力 议题就跑很远了 常帝不是说上帝的道向气体 那很麻烦 飘渺无间 OK 飘渺无间 永远是虚的 虚无飘渺 OK 有一次我到花园新城教会去分享 然后我遇到有一个人 他从某一个宗教 他还是蛮宗教的单位 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 那我说你为什么已经在那个宗教里面 已经担任了很高的职位 因为他很有钱 他说张教授 就是这一点 当我夜认识那个宗教 那个宗教赛斯 所有的教训虚无缥缈 他给我这个字 我不知道 我信耶稣是很单纯的 我练高中的时候 我就是很渴慕 我敲一个门 开门就是主耶稣 赞门书 我就进去了 我不是那种 要受很多的苦难的 什么有人被车撞到 有人得癌症 有人神经病化作 或精神病化 我不是 我就那种很单纯的 他跟我搅定了 就很有意思 所以我一直在讲 耶稣为什么把他的道比义 成为种子 第一个 种子是个固体 是一个有实质的东西 是个有实质的 并且种子是稳定的 是稳定的 它不是液体 受到压力 它就变形 它更不是气体 虚无缥缈 第二个 种子本身有一个保护的外壳 OK 代表上帝的道 是足够坚强的 上帝的道本身 就是有这个能力 上帝的道本身 就是可以抵抗污染 抵抗亲俗 抵抗虫柱 抵抗黴菌 因为他有个外壳 所以上帝说 他的道本身 就是个保护 上帝的道本身 就是上帝的道 本身的印证 然后我来讲一遍 上帝的道本身 就是上帝道的印证 我不是说以道讲道 我不是说用话 都来都去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生命的真理 其实你不需要用到心理学 你不需要用到科学 你不需要用到哲学 你不需要用到 不用 因为道本身就是种子 OK 道本身就是种子 我们以前在乡下 我们在种水稻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一些水稻 都当 换成米来吃 其实 我们吃的米 不是最好的水稻 最好的水稻是留下来 明年要种 最好的水稻 最好的种子 那个稻的 稻的种子 水稻 那个稻渴的种子 最好的是 留下来 明年要种的 我们吃的米 当然是 大部分 所以它本身有个保护的机制 所以你可以放一阵子 它保护的 这个机制 第三个 种子的内容是丰富的 其实一棵大树 一棵 我去过美国 看到美国的red wood 那个红块 这个大木 这个red wood 这个红木 巨大的红木 其实它所有的 最开始的生命 所有的特征 都在那个种子里面 所以种子 你可以长得很大 但是你无论怎么大 最后最核心的 还是那个种子 第四个 种子的发展 是需要时间的 代表 我们虽然知道 上帝的真理 我们体会上帝的真理 我们阅读圣经 我们能够期待 能够了解 上帝的心意 但是需要有个时间 去发展 第五个 种子要花芽 一定要落在好土里面 好的心田的里面 可见很有意思 什么叫做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神 上帝的道 有个相互的关系 相互的关系 就是我们的心 竟然可以把神的道 留下来 OK 而不是水流失去 OK 我们的心像这个 好的土壤一样 可以 接纳上帝的话语 并且 可以给这个种子 水混 让种子可以花芽 我觉得这个 我好像讲 因为这是个奥秘 为什么人的心 信主以后 可以接纳神的话 或者说 为什么我们的心 即使还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对上帝的话 会有渴慕 好像是那个土壤 跟种子的关系 我不懂 我真的说我不懂 我完全的不懂 OK OK 但是我最后的一点 我要来分享 其实我们整个世界 会产生混乱 就是我们失去的那个种子 失去的那个种子 我们如果失去的信仰 我们就失去的意义 我们如果失去的意义 我们就失去的道德 我们如果失去的道德 一切就混乱 一切就混乱 我们今天所看到 世界上很多的局势 当然我们不怪 这些局势 我们这因为本来就很正常 因为当你失去的信仰 你就失去的意义 你就失去的伦理 失去的道德 你失去的道德 你就失去的法律 你失去的法律 你的政治就不清楚 一下整个全部都不清楚 所以我们常常说 经济的背后是政治 政治的背后是法律 法律的背后是道德跟伦理 道德跟伦理的背后是意义 意义的背后是信仰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曾经是有美好的信仰 当然美好的祝福 而当他信仰失去 整个慢慢的忽视掉 慢慢的忽视掉 哇 其实 我们很多时候看 我们都看表面 表面 其实背后有个 灰塘的核心 种子已经失去了 种子已经失去了 因此带来了混乱 让我 在整个做个总结 为什么 主耶稣说 上帝的道 就像是种子一样 第一个 种子是个固体 种子有它的食指 第二个 种子本身 有它生命的保护 种子因为它有它的外壳 第三个 种子的内容是丰富的 带着丰富的食指 有时候我们看到整个大企业 整个国家的运转 整个制度的运转 整个社会制度的运转 其实背后重要是那个种子 吃那个种子 OK 而不是那个表现 那个表现是带来的结果 第四个 种子的成熟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第五个 种子很奇妙 第五个是我完全不懂的 为什么我们的心 可以留下上帝的道 第六个 其实整个世界的混乱 士气的意义 最核心的地方 是信仰失去 真正的信仰在失去 那个士气的信仰 就会 就会准化成 意义就不见了 意义如果不见了 其实道德就不见了 道德如果不见了 其实 整个法令就不见了 然后呢 整个政治就不见了 整个经济就乱七八糟 整个经济就乱七八糟 哇 我们的一生 也许很多人 是看着外面的表现 但是只有主知道 是有一粒的种子 在我们的心田 很多人 要求我们有什么表现 我们的胡思要有什么成果 我们工作要有什么样的表现 我们的成绩要有什么表现 其实最核心的是 上帝的道 在我们的心中 放下的一粒种子 所看到那些表现 只是后来的成果 重要的是那一颗的种子 所以最怕的是 放下去的种子 是个坏的种子 但是上帝告诉我们 他只放在我们心中的是 上帝的道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好种 亲爱耶稣 我感谢你 整个世界最大的问题 不是外面政治的混乱 不是经济的波动 也不是大国欺凌小国 也不是 都不是 是我们失去的那个好种子 失去的那个上帝 放在我们心中 那个真理的种子 也许我们要回头 再来恢复这样的状况 可能最恢复的是 最基本的 让心里有个好种子 有时候我们问别人祷告 你为什么不这样 为什么不那样 那不是外面的要求 不是外面的要求 是心里要有一颗 上帝的种子在哪里 成为整个的花芽 整个的成长 最关键的地方 那不是要求 那不是用力 那不是威胁 那不是一个兑换 不是一个兑月 兑换都不是 是上帝的念名 把一颗的种子 放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 让孩子的心中 永远有个空间 接受上帝的种子 让孩子永远有个耐心 接受这个种子的花芽 让孩子永远知道 贵关键的是在那个种子 而不是在那个外面的表现 谢谢主 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真理 上帝的道 就是如同 像是种子一样 在我们的心中 谢谢主 我这样祷告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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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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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